欢迎来到我们的旅游简报节目 是欢迎来到我们的旅游简报节目 是关于英国航班延误的最新报告 根据民航局的数据 Wizzer被评为英国最不准时的航空公司 平均延误时间达到31分钟36秒 而最准时的航空公司是爱尔兰的Amrop Airlines 平均延误仅13分钟6秒 这让我们不禁感叹乘客们支付高昂的票价 却换来如此不可靠的服务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租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消费者组织Wizzer 警告假期出行的人们 租车公司提供的保险免责额豁免 可能会让你付出高达12倍的费用 这些保险政策在租车柜台最高可达199英镑 而网上选择仅需16英镑 建议大家选择租车经纪人和保险公司提供的 Access Reimbursement Insurance来节省开支 最后我们关注卡尔加里的水资源短缺问题 由于主要供水管道破裂 卡尔加里的避难所和酒店 纷纷采取措施节约用水 卡尔加里抓骗中心改用烘烤或油炸的菜肴 必使用一次性餐具来减少用水量 Alpha House要求客人限制洗澡和洗衣次数 这些机构也呼吁社会捐赠物资和现金 来帮助他们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独立报》报道 根据一项新的重大研究 英国航班延误最严重的航空公司已经揭晓 分析涵盖了所有从英国机场出发的定期和包机航班 平均延误时间为20分钟42秒 比2023分钟有所减少 尽管跳价上涨 Vizal仍被评为最差航空公司 其航班平均延误31分钟36秒 这已经是Vizal连续第三年 在英国航班准点率方面表现最差 初二期航空公司以28分钟36秒的 平均延误时间排名第二 其次是Tui航空、印度航空 和土耳其低成本航空公司Tides Siser 消费者组织Witch表示 乘客支付创纪录的计票价格 却得到不可靠的服务是令人愤慨的 尽管Vizal在英国的准点率不佳 但其乘客数量在截至3月底的一年内 创下了6200万的记录 比前一年增长了五分之一 航空顾问John Strick恒指出 Vizal在疫情后履行限制放松后 过于雄心火果 导致准点率问题 《独立报》报道 夏季即将到来 消费者组织Witch 警告度假者避免租车公司提供的保险超额豁免 这些豁免的费用高达替代方案的12倍 研究发现租车柜台提供的保险费用高达199英镑 而在线购买的保险仅需16英镑 租车价格中包含的基本保险通常有一个超额费用 这意味着度假者可能需要支付数百英镑来修理轮胎 或更换挡风玻璃 为了避免这些费用 人们可以选择从租车公司购买超级碰撞损害豁免CDW 或从租车经纪人和保险公司购买超额赔偿保险ER Vizal分析了今年夏天在西班牙马拉加提供的SCW保险 并将其与几项ER政策进行了比较 发现CDW平均每周收费177英镑 ERI从经纪人处购买仅需38英镑 从保险公司处购买仅需23英镑 which叫Roy Boland建议 度假者应直接从保险公司或经纪人处购买ER R不是从租车公司购买超额保险 也将达到了迪谢 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由于上周卡尔加里西北部一条主要风水管道破裂 导致市政府呼吁居民尽量减少用水 塔尔加里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和酒店 也在采取措施节约用水 塔尔加里抓片中心每天为无家可归者准备2000餐 他们通过使用一次性餐具和调整餐单 来减少用水量 Alpha Health采取了类似措施 要求客户限制领域和紧急情况下采洗衣 收容所的成本也在增加 与此同时卡尔加里酒店协会执行董事 South也表示 尽管酒店在室内用水方面没有限制 但许多酒店采取了自愿行动 如建议客人缩短领域时间和重复使用毛巾 市政府继续敦促居民限制用水 以减少全市范围内供水风险 团球邮报报道 内华达投业公司Nefada Copper Corp 已经打放了极限的股东们正面临失去全部投资的风险 因为这家陷入困境的加拿大矿业公司 正寻求破产保护 并希望从美国对冲基金爱特投资管理公司 LIA Investment Management获得紧急融资 这家总部位于温哥华的公司多年来一直在努力提高 其位于内华达州南瓜空心铜矿的产量 今年早些时候 公司告知投资者存在持续经营风险 并且债务负担高企 现金储备逐渐减少 截至3月底 内华达同业仅持有30万美元现金 营运资本赤字高达1.154亿美元 总债务约为2.62亿美元 公司美国子公司在内华达州法院申请了第11章破产保护 首席执行官兰迪·巴芬顿同时辞职 前利拓公司首席执行官汤姆·阿尔巴内塞接任董事长 纽约的爱略特投资管理公司 提出为内华达同业提供6000万美元的债务人持有融资 利率约为14% 法院尚未批准该融资提议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西澳大利亚州北部最大的文化活动之一 澳德山谷集会Bord Valley Master的未来岌岌可危 组织者正在游说州政府提供资金援助 上个月举行的年度澳德山谷集会 因跳房销售大幅下降和成本上升而面临财务危机 组织者担心如果无法获得更多资金 未来的节日将面临财务破产 该节日展示了该地区丰富的土著文化 牧业遗产和壮丽的边疆景观 是居民们在不必长途拔市的情况下 享受高质量现场音乐的机会 澳德山谷活动主席索菲·库克表示 节日未能盈利主打音乐会 金箔利乐体验的普通门票 销售比去年下降了60%以上 音乐人凯文·米切尔和戴夫·格里森 呼吁政府介入支持 强调区域性节日的重要社会价值 尽管面临困境 居民和游客们依然对该节日充满热情 认为其对当地经济和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雅虎美国报道 泰勒·斯威夫特在他创纪录的时代巡演 爱丁堡演出期间 向爱丁堡食品项目捐款 令该慈善机构激动不已 这位格莱美获奖流行巨星 在爱丁堡的三场演出期间 向当地的食品银行捐赠 帮助解决城市中的食品危机 爱丁堡食品项目的负责人 贝瑟尼·比加尔表示 斯威夫特的捐赠将对爱丁堡产生持久影响 并感谢他的慷慨之举 随着斯威夫特的捐赠消息传开 食品银行收到了来自爱丁堡 和其他地方粉丝的捐款 这些捐款将用于支持该项目 在全市的7个食品银行 以及每年帮助的6000多名危机中的人 斯威夫特在社交媒体上 感谢爱丁堡的粉丝并表示他们的热情 让他感到兵质如灰 斯威夫特的英国巡演将继续在 利物浦和伦敦等地举行 粉丝们期待他可能在演出期间 发布特别公告或新专辑 火尔安法西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在周日宣誓就任第三个总理任期 这是他首次领导联合政府 尽管印度人民党BJP在国家选举中失利 但莫迪的政府仍然占据了联盟中超过80%的席位 继续在印度政治中占据主导地位 莫迪可以在很少阻力的情况下 推进许多政策优先事项 特别是在控制通货膨胀和促进就业增长方面 然而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议程 可能会受到联盟伙伴的阻碍 莫迪的联盟伙伴在外交政策上也可能保持中立 但他们有政治动机保持合作 并未参与联合政府和获得影响力对他们有利 尽管如此 主要联盟伙伴如泰卢布之乡 党TEP和贾纳塔党J 既持有不同的意识形态 如果他们退出联盟 政府将失去议会多数席位 莫迪的政府缺乏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 CBC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的审计长 在他对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的首次审计中 发现了一些问题 叶加名为Oil Code公司 拒绝遵循政府关于职位分类的指示 并且在公共资金的监督和利益冲突政策的 遵守方面存在差距 审计长Denise Hanrahan表示 Oil Code的领导层没有按照政府的指示 对职位进行分类 导致大多数薪水超过政府类似职位的报酬 报告还指出Oil Code在电信 租金和拆旅费用上过度支出 例如某些前员工的智能手表数据计划 在他们离职后仍然活跃 导致额外费用 Andrahan还发现 Oil Code支付的租金中包括高额的装修和家具费用 旅行费用也很高 他提出了五项建议 其中四项被Oil Code接受 但公司拒绝了将职位按政府标准分类的建议 Telegraph高尔夫球星罗里·麦克罗伊 在美国公开赛期间心情显得格外愉快 这与他在美国辟借锦标赛期间的紧张情绪形成鲜明对比 当时有传言称他正面临离婚 但麦克罗伊实际上正在修复与妻子艾尔克斯托妇与妻子艾尔克斯托的婚姻 麦克罗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现出色 后来麦克罗运和个人细节 后来麦克罗伊的离婚申请被自愿撤回 他的律师在文件中写道 麦克罗伊自愿撤回以上事项 朋友们表示麦克罗伊的主要优先事项是保持家庭完整 尽管他的婚姻曾面临破裂 但麦克罗伊和斯托妇决定避免昂贵的离婚程序 并期待一个新的开始 麦克罗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和艾尔克意识到他们最好的未来 是作为一个家庭在一起 麦克罗伊在北卡罗兰娜州寻求结束 自2014年8月以来的第5个大满贯冠军等待 同时也在努力修复与妻子的关系 环球邮报报道 索尼影视渔热公司SP已收购美国影院连锁品牌 Alamo Drafts Cinema 此举将使索尼掌控电影发行 《扬门麻素Drafts》将由索尼新产密的部门 Somi Picture Experiences管理 该部门由Alamo Drafts的 Michael Kusterman领导 他将继续担任首席执行官Alamo Drafts 曾立于1997年 连接待超过1,000万人观众 拥有400万中式会员 索尼从奥特曼 Capital Partnerships Investment Group 和创始人Tim Leak手中收购了这家总部 位于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影院连锁品牌 Tim Leak表示索尼深刻理解电影的增长潜力 和文化影响力 这与Alamo Drafts的理念完全契合 Alamo曾在2020年3月申请破产保护 但在不到4个月后便走出困境 Yahoo 美国报道 德国歌手兼词曲创作人Tim Petra 在纽约市的酒店门口 以一身亮眼的复古装扮亮相 还身穿一件来自Cnell 1992年系列的 亮红色粗花泥外套可配套迷你裙 搭配经典的黑色Christian牢布拧高跟鞋 Petra选择了一双光滑皮革材质的金头高跟鞋 红色漆皮鞋底与它的整体造型完美契合 它还搭配了一个小巧的黑色皮革手提包 金色串珠角链和红色口红 Petra去年成为首位获得格莱美奖的跨性点艺术家 它此次造型是为了出席纽约证券交易所 作为MSC Cosmetics Steve Glam 30周年活动的代言人 Petra最近被宣布为这家知名美妆公司的新代言人 他在Instagram上分享了自己的造型 并配文用实际行动证明 《新年星去晨报》报道 把罗群岛的美景令人叹为观止 我们的导游Heinness Walker带我们参观了 他在Retune的童年家园 黑的宁静的悬崖村庄风景如画 Heinness和一起他在这里的成长经历 并提到他的家庭曾因集体长寿而短暂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 我们乘坐Cornet豪华探险游轮 浏览了这地由火山喷发形成的群岛 法罗群岛位于冰岛和英国之间 拥有壮丽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历史 我们在Renave康口与Heinness河沿着最长最壮观的峡湾旅行 法罗群岛的洋比人多 游客稀少 旅游业在GDP中占比很小 我们在游轮上享受美食 以与自然学家团队互动探索了法罗群岛的壮丽悬崖和瀑布 游轮上的自然学家团队每天举办主题讲座 并带领我们进行探险 并带领我们进行探险 我们在保村庄与当地居民互动 体验了法罗群岛的独特文化和自然景观 CBC报道称 自2022年底安大省通过一项新法律以来 已有424名患者被迫搬入他们不愿选择的护理院 而这一趋势正在加速 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在今年2月和3月被转移 法律允许医院将需要长期护理 但尚未找到床位的患者转移到距离医院70公里 或在北部地区150公里范围内的护理院 如果患者拒绝转移 医院可以每天向他们收取400美元的费用 批评者认为 这一法律使得大多数患者在面对巨额费用威胁时 不得不妥协 不妥协Ruth Cooper的家人 拒绝支付26,000美元的医院账单 并表示不会停止反对这项法律 安大略省卫生部长表示 法律的实施是为了腾出医院床位 给需要急救的患者 但目前尚不清楚医院将如何执行账单的收取 环球邮报报道 多伦多的Antine Advisor Sink 因为告知投资者 其与激进做空者合作的行为 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CC罚款225万美元 SCC称 联层在2018年秋季 与激进做空者合作 在发布攻击公司报告前 共享信息 并将部分做空利润 支付给报告发布者 安森还被指错误地将利润分成 记录为研究服务 违反了美国顾问法的账簿 和记录规定 安森的发言人表示 SCC没有指扣安森传播虚假信息 或违反对投资者的受托责任 尽管做空在金融市场中 起到透明和流动性作用 但在加拿大和美国都备受争议 加拿大证券管理局和投资监管组织 也在研究对做空行为的监管措施 电讯报报道 法国电影《巴黎之下》成为Netflix的热门影片 讲述了一条短期真杀游入塞纳河 并扰乱巴黎奥运会准备工作的故事 这部由Xavier Jantz导的电影 以其荒谬的情节和严肃的态度 吸引了观众 影片中研究员Sophia在太平洋标记鲨鱼时遭遇意外 几年后鲨鱼出现在巴黎 威胁到奥运会的游泳比赛 尽管影片情节漏洞百出 但其对环境破坏的讽刺 和对巴黎市长的影视 引发了观众的共鸣 尽管Netflix新年来 推出了多部罪恶快感电影 但巴黎之下 停届其剧型鲨鱼和荒诞情节脱颖而出 成为观众的夏日热门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